近日,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尼·若利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称,加拿大有意加入印太经济框架。 这一行动表明了一件事,美国已经认识到了中国拆除西太框架的决心,因而准备营造一个更大的包围圈对付中国。 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东京时启动新的地区经济倡议,由印太地区国家参与的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将印太经济框架视为21世纪的新经济协议,是应对从确定数字经济规则到确保稳定供应链的现代挑战的模式。 从总体来看,这一框架将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美国将供应链重塑,主导数字贸易规则等内容作为其战略性目标。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印太经济框架产生的原因、内容和影响。 从原因上来说,印太经济框架的产生主要是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因素。 国内因素,由于美国国内出现了经济高通胀的问题,因此美国希望利用这一议程来促进美国自身经济的发展,增强其经济实力。 于是,它瞄准了最具经济活力与潜力的地区,印太地区。 该地区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达60%,在过去五年内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最大15个经济体中占据7席,预计在未来的30年将是全球增长贡献最大的地区。 因此美国企图通过布局,把这块大蛋糕掌控在自己手里。 国际因素,随着霸权不断衰落,美国迫切需要通过一系列手段维持自身地位。 于是,印太经济框架应运而生,美国想借此弥补自己印太战略缺乏经济支柱的短板,拉拢印太区域国家,重塑地区领导权,同时还可以使美国利用军事和经济手段在印太地区推行美式霸权。 不仅如此,这也方便了美国的各项战略推进,可以从长期视角来谋划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表面上,印太经济框架打着经济的旗号,但核心更多是通过政治手段拉帮结派。 以前美西方用价值观为旗帜,在中国周边制造了一个圈子,引爆南亚,天下围攻中国都没有成功,所以这次他希望通过一个经济框架把这些国家圈起来。 但美国当下的经济状况是尼普萨过河,无法提供一个统一大市场,也就很难给这些国家提供现实利益。 在这两个因素的推动下,印太经济框架成为美国的必然选择。 从内容上来说,印太经济框架主要包括四大支柱,一,联通经济,也被称作贸易支柱。 该内容指的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加强合作,制定国际经贸规则,包括数字跨境流动与数字本地化标准, 寻求建立强劲的劳工和环境标准,以及公司责任条款等内容。 二,韧性经济,主要是强调供应链,该内容要求提升供应链的韧性,降低因供应链断裂而造成的物价费涨, 增加民众成本,包括建立供应链预警机制,确保对关键原材料和加工材料, 半导体至关重要的矿物和清洁能源技术的获取,改善关键领域的可追溯性,合作推进生产的多样化布局, 确保物流体系的便利性、畅通性与高效性。 三,清洁经济,主要就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行动, 如在可再生能源、除碳、能效标准、遏制甲烷排放的新措施等方面加强合作, 加速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部署。 他明确强调,要通过支持可持续耐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技术援助, 深化在技术、资金、竞争力与联通提升方面的合作。 四,公平经济,主要是加强税收和反腐败领域的合作。 税收合作是指通过协商缩缩小各成员国的税率差距, 从而避免跨国公司进行避税操作,防止本国资本外流, 反腐败领域的合作也是同样的考虑。 整个内容看下来,它们看似是一些原则性很强的条款, 但实际上,印太经济框架作为服务于其印太战略的主要武器, 焦点非常明确,那就是通过安全、制度、标准、 各种新兴领域和价值观等多方面,辅之以霸权的力量, 对中国进行全面包抄,并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可以说,美国的战略意图也在上述内容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主要有三点。 第一,在重点领域,制定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促进自身外贸和经济发展。 以数字经济为例,它作为各国未来竞争的新兴重点领域, 其规则的制定直接关系各国数字经济的竞争力。 作为霸权拥有者的美国很清楚, 数字经济规则制定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组成部分。 因此,美国企图通过制定规则掌握数字经济的主导权和制高点。 此外,美国还希望通过印太经济框架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便利化。 由于美国将关税的空间较小, 要价能力有限,只能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上多做文章。 可以说美国在各领域建立高标准规则, 无非是想要借此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 为中国制造更多障碍, 从而打压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 并且从深层次来看, 通过该框架, 美国强调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妄图把自己的小圈子规则变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 届时它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亚太经济话语权, 以便更好地阻止中国产业链向高价值领域升级。 第二,在新能源技术方面拔得头筹。 具体来看, 在俄乌冲突造成传统能源危机的情况下, 可再生能源产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美国是想借用应对气候变化的由头, 实现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突破。 在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格里厄姆·埃利森的一份报告中, 他提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品在世界上占比很高, 它形象的将其总结为绿色能源都是红色的, 可以预料到美国必然会利用印太经济框架, 通过制定标准来强化合作, 并将标准不断推广, 以此排斥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品。 第三,保障其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在美国通胀高企、俄乌冲突等背景下, 美国深刻认识到保障供应链稳定和安全的重要性。 在这个基础上, 美国企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形成一系列的规则, 加强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保障其所想要的供应链稳定。 同时又将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 中国派出在外, 意图阻碍中国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印太经济框架成为美国挥舞的新大棒。 它将作为服务美国重返亚太的工具, 通过拉拢部分国家围堵中国, 以便与美国操纵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价值链阻止中国崛起。 从影响来看, 印太经济框架所能发挥的效力,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影响中国周边的发展环境, 印太经济框架, 大搞价值观外交, 做出各种小动作。 例如, 以各种借口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 抵制中国产品。 与此同时, 他们还联手启动供应链弹性倡议, 试图推动外资从华撤离, 动摇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产业链, 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 这将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产业链产生不利的影响。 从长远来看, 正无疑会破坏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其次是干扰一带一路北京共识的推进。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 截至2022年3月底, 中国已于149个国家, 32个国际组织, 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推动互利共赢。 可以说, 随着一带一路北京共识的不断推进, 许多国家都感受到了它的魅力, 出现了向东看的潮流。 而美国作为资深的霸权爱好者, 它绝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出现。 因此, 很有可能借机构筑抗衡工具平台, 干涉一带一路建设进度。 具体来看, 其力推的劳工和环保标准, 将有可能污名化中国现有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 影响一带一路项目的现有用工制度, 从而影响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的施工进度, 最后是影响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 长期以来, 在部分领域, 美国为了维持其科技领先地位, 做了许多小动作, 比如, 美国试图利用在其贸易规则上制定的主导地位, 以及在供应链顶端的优势地位, 建立多层级多功能的技术联盟, 进而通过主导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 构建限制创新要素向中国流动的规则壁垒, 以此企图影响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 综上所述, 随着印太经济框架的落实, 美国的獠牙将会进一步展露, 现阶段国际形势非常严峻, 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我们也不必过多担心, 因为印太经济框架这把美国精心打造的屠龙刀, 实际上本身仍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 美国霸权不断衰落, 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有限。 在中国崛起, 美国霸权不断衰落的背景下,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逐渐衰弱。 具体来看, 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顺利付诸实施之后, 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十分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因此, 对于本地区各个国家来说, 完全没有必要压住某一个特定的合作项目。 此时, 美国再想通过一系列行动重塑地区经济领导权, 无疑是很困难的。 同时, 中国作为东盟、 日本和韩国的重要贸易伙伴, 这种合作的经济关系后劲很足。 像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多次发声, 他认为中国是东盟发展的机遇。 日前他再次指出, 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的占比不断增加, 若不和中国发展贸易, 不仅会付出很大代价, 还会制造更多摩擦。 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企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将中国隔开是不可能的。 第二, 印太经济框架带有强烈地缘政治色彩, 很难受到欢迎。 俄乌冲突, 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等一系列问题,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冲击波, 打击了亚太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亚太国家认识到了合作共赢的重要性。 此时, 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带有强烈地缘政治色彩, 是典型的冷战思维产物。 他宣扬, 且短供应链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在经济上强行分割阵营, 不仅绝分明智之举, 更会反噬经济造成政治动荡。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项框架就注定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欢迎。 事实上, 包括韩国、 印度等国都有非常明确的表达。 其中, 印度明确表示, 维护地区和平是框架的首要任务, 没有和平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繁荣。 第三, 印太经济框架无法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贸易协定。 具体来说, 印太经济框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由于本届美国国会并未授予拜登与其他贸易伙伴国谈判, 并签约新贸易协定的权利, 意味着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只能提供一种松散的伙伴关系, 无法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贸易协定。 同时, 拜登政府为了避免该框架在国会论证期间通不过, 已明确表示不会将谈判结果提交国会批准, 这就意味着本次框架达成的协议条款没有法律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这种行政令没有法律以上贸易协定的分量, 考虑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和拜登政府连任的不确定性, 可能会加剧各国的官网心态, 因此印太经济框架恐怕难以有效地推进下去。 第四, 美国坦得无厌, 这也导致真正落实有难度。 在俄乌冲突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 我们就说过, 美国的贪婪欲望是无穷的, 从以往的交锋经验来看, 它既想进营中国又想收割盟友。 举例来说, 近期日韩抗议美国的芯片和电动汽车政策, 因为美方在有关领域与中国竞争的举措, 其最终导向的结果是盟友被迫要向美国转移关键产供链。 可以预见, 美国有动机将印太经济框架谈判导入这条轨道之中, 企图从盟友处获得更多利益, 但话说回来, 别人也不是傻子。 因此, 各方围绕利益的博弈恐将决定印太经济框架的最终走向。 第五, 核心来看, 由于美国缺乏一个统一大市场, 所以难以形成框架。 从核心来看, 一个经济框架的形成往往需要市场作为重要元素出现, 但当我们聚焦印太经济框架时, 会发现一个严重问题, 那就是美国作为其框架的主导者, 本身就缺乏统一大市场。 在美国国内经济问题相当严重的情况下, 部分周内已经出现消费降级, 不少人连基本生存都需要依赖救济, 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商品都卖不出去, 更何况是卖其他国家的商品了。 更至关地看, 东南亚, 南亚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期待向美国出口农产品、制造业产品等。 然而美国劳工团体, 大部分民主党人以及部分共和党人, 反对关税减让等措施, 认为这将削弱美国国内的就业和制造业, 结合之前美国一直喊着, 让制造业回归美国, 现在他又强调新纳别国的商品, 其实说白了, 这都是美国玩的曲线救国式的金融游戏。 在资讯中, 我看到在印太经济框架首轮线下部长集会议结束后, 印度宣布暂时退出该框架最重要领域之一的贸易领域谈判, 成为所有成员国中唯一不参与全部谈判的国家。 可以说这个充斥着选边占色彩的框架正在给美国划地为牢, 最终的结果很容易预测, 如果美国试图孤立中国, 最后只会孤立自己。 最后总结一下,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 我们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积极参与贸易和投资领域多边合作, 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受到合作共赢的魅力。